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一起开箱来看 首先包装方面采用了和游戏联名定制大量元素的这种挂卡的风格 OnePlus和Cyberpunk 套装内部两个部分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Cyberpunk元素 不知道最终在游戏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方势力 明显的黄色 特别的新眼球 上方Cyberpunk下方一家OnePlus 黄色和黑色的主题非常显眼 再到下方是叶之城的主城局地图 乍一看只是一个黑色描边 仔细看里面有非常细密的地图 手机包装盆同样内有乾坤与普通版本大不相同 包装盆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大量的游戏元素在里面 定制版本的充电器 上方同样有Cyberpunk的标志 注意这个充电器是C口 这边还有Cyberpunk的slogan 叶之城改变每一个人 大家看侧边这个位置 好 那它有什么呢 拿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包装盆下方还有乾坤 每一个手机当中会单独藏有金属的名牌 不同的手机里面是不一样的 专属的手机壳 对于这次外包装定制的程度 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吧 接着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 当我们把它翻转过来的时候 这一次的联名定制版本 背板部分花了巨多的心思 甚至整个机器的构成 都和普通版做了巨大的调整 这根本就是不同的系列的 是吧 我们看到上方镜头的部分 做了这种特别大的区隔部分 和普通版本的E8T有明显的差别 在侧边还有2077的标志 这是整个上方镜头的部分 显得相当的有气势 而在中间部分采用了新的AG磨砂工艺 看起来很像那种大理石的纹理 实际上这仍旧是玻璃的背板 但是做出了极为特殊的材质 过去这些年 一家在AG磨砂这个背板上面 已经更新迭代了五代六代之都 这一次又加入了新的工艺 在最下方这边是赛博朋克的logo 以及暗色的其他部分的花纹 而且我们得注意边框这里 还有一圈类似燃烧起来的那种感觉的痕迹 渐变色的黄颜色 所以整个这个背板部分的 无论是从材质构成 还是颜色元素方面都是相当丰富的 另外在按键部分 分别是电源键和音量键的部分 两侧也做了黄颜色的标识 所以整台机器的风格 在背板这里做的相当的特别 好 大家可以给这样一个定制背板 打一个分数 满分十分 外观定制方面 你打几分呢 哇 好像进入到了黑客的世界当中 非常有特点的开机画面 我们快速进入 所有的声音都替换成了游戏当中的声音 叶之城世界里面的声音 相当帅气的动态壁纸 上滑进入到抽屉桌面 环形的元素和游戏当中相当的一致 星期日期的插件也做了游戏当中的风格 好像我们在打开一个游戏当中的物品一样 下拉菜单 控制栏所有的选项 全都是赛博朋克风格的红心绘制 黑色 黄色作为主色调 声音部分同样做了定制 我们不妨听一听铃声看看有没有变化 可以看到整个界面的定制元素相当的多 我们看一下锁屏画面 连锡屏的声音也做了单独定制 大家看到所有的通知栏被重新规划在一个显示框当中 有点帅啊 这个声音 除此之外 这次在拍照的部分 还增加了叶之城的专属滤镜 连拍照的声音都有那感觉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常拍摄的照片 是这个样子 我们切换到叶之城滤镜之后 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 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看来这次定制的确相当的用心 哇 它现在在视频里面更厉害 我拍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兄弟 欢迎来到我们的叶之城 在这里你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 好 看一下 之间由这台机器原始拍摄出来的画面 没有经过我们自己的调整 默认 兄弟 欢迎来到我们的叶之城 在这里你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 可以 可以 不是一个简简单的颜色滤镜 还增加了大量的视频效果在里面 确实用心了 好了 简单总结一下 一家最近这些年每一次联名都给人相当多的惊喜 特别是在逼格方面是满满的 而这次和赛博朋克联名 我们看到它里面的定制元素 从外到内 确实都是花了相当多的心思 即使你不是一个游戏粉丝 估计也可以从整套设计当中感受到那种漠视的风格 个人感觉还是相当用心的 好 大家关于这款产品打一个分数吧 我们期待一家后续带给我们更多有趣的产品 嗨 伙计 2077什么时候上市 好的 我能告诉大家吗 下期节目告诉他们 执政策 评 Entert 去 Message 感谢观看